50岁无人敢娶,曾艳压林志玲,交使个男友后练90后,如今成这样。 大家都知道娱乐圈不好混,没有一个好的颜值和身材,还真不好意思进娱乐圈。 像杨米、范冰冰、赵丽颖、赵薇、谢娜,这些纯天然美女,已经不多了。 今天要说的这个美女,曾艳压林志玲,是台湾第一美女,45岁前谈过十多个男友。 现在50岁越活越年轻,还和90后谈恋爱,至今某人敢娶,她就是肖强。 肖强,1968年出生于中国台湾,从初到以来,肖强都是以美人称,她是名副其实的台湾第一美女。 比林志玲还美,在进入娱乐圈之前,肖强是从事平面模特工作。 因为长得太惊艳,被马景涛一眼看中,于是把她带进娱乐圈发展。 肖强的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,这和她拥有的魔鬼身材和天生励志有关,得到很多导演的重用。 先后主演了《绝代双娇》、《大王花》、《小李飞刀》、《齐天大圣孙悟空》。 《一连幽梦》、《异度公寓》、《峡谷丹心》等经典影视作品,成为当时最红的女星,获得了无数奖项。 事业一帆风,在感情方面,肖强却十分的丰富,什么富豪、导演、演员、歌星、小鲜肉,她全都吃过了。 在45岁之前,谈过十多个男友,最后都是相处没多久,没有新鲜感都分手了。 前不久,45岁的肖强被爆和90后富豪男友交往,两人虽然相差20多岁,但非常的恩爱。 肖强在男友的宠爱下,越来越年轻,而90后男友却显得有点沧桑,像大叔一样,完全没有90后的活力。 如今50岁的肖强,曾艳压林志玲,现在的身材还完全不输流言,真是容颜不老的女神。 只可惜更90后富豪男友交往了四年,至今都没有娶她,希望肖强能早日步入婚姻的殿堂,祝福她。 小如さ 小如